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固定送兩次愛心便當到台北車站 讓需要的人溫飽 品牌我都帶好 坐好坐好 在西山門 台北車站西山門排隊的人 不是每一個都是街友 他最近撐不過去 所以他去領個便當 如果可以發放三萬塊 讓他度過這個難關 可不可以幫他們 所以我真的呼籲蘇院長 不要發什麼振興券 直接發現金 對 振興券對中產階級以上的人 會有很大的幫助 可是現金會對中下階層 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這次發放了森里長的食物銀行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這個倉庫裡面 在做的是防疫救災包的打包 用的 吃的 餅乾 包括這個牙膏 都有 從三級警戒一開始 這裡就立刻啟動 比政府走得更快 就是有這個牙膏 或者是比較高級的餅乾 那這次也有毛巾 所以我一開始5月14日 我們就啟動了木級食物包 到今天為止 我們已經發放了一萬三千包 一份一千五百塊來講 就是超過一千五百萬 所以希望透過這樣子 那現在因為這個時間點了 二級了 很多的磁彈團體都進來了 攜帶的部分就是一串衛生紙 整串的 那再來就是這個口罩 口罩之後呢 那就是隨機一個日用品 這樣其實就是屬於兩個 就是剛好就是一個品項 那其實我們的品項會一直做調整 所以我們這次在發食物包的過程中 我們也發現了好多的個案跟我講 幫你這樣 我除了這個我不夠 我們要付房租 我要付貸款 我要付什麼 我的紓困只有拿到一萬 不足以支撐他過去 我們就請當地的食物銀行過去 能夠幫他 就像孩子他沒有學費了 下學習怎麼辦 這一次 方和聲不只是鍾情禮的里長 他用另一個身分 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里市長 站上了防疫第一線 像前兩天颱風要來了 然後萬華社福的送便當 就全部停了 送給獨老的全部停了 方理長可不可以提供我們 100份的食物包 讓那些老玩家 特別挑了給老玩家 在那幾天颱風天的時候 在家裡可以馬上吃 可是等政府的採購 在別預算 在採購 在驗收 已經過了 有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馬上啟動 馬上幫到你需要的人 在家裡 林立青作家 他幫我轉接了一個叫公關協會 他們是在 林鄭北路做台的酒店的小姐 小女孩 那小姐有生的baby 和小小孩 那沒有工作 小小孩的奶粉在哪裡 小小孩的尿布在哪裡 小小孩的吃的東西在哪裡 我就說 你提出你的需求 我們來幫你 昨天我也接到了桃園 復興鄉羅浮 羅浮的布羅那邊 也有一些需求 我今天早上請他們去盤店 到底你們需要哪一些東西 我希望我送過去的東西 是你們需要的 這樣才會幫到人家 為什麼會做食物包 事實上在92年的時候 SARS 南機場那個時候SARS的時候 對 我們非常嚴重 可是我們家裡很多被隔離的 我那個時候學校也因為停課 中醫國小因為SARS而停課 那時候我也是里長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去幫他們 所以在去年2月3號 政府開始啟動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以後 我所有的活動我沒有停 包括送餐 好人送餐 我到現在 三級到現在 從去年到新年 我沒有停過一餐 我繼續做 我一樣一天供應200多個長輩吃飯 而且我的長輩沒有一個人確診 那孩子們願意學技術 學咖啡 學烘焙 開始學敘食餐點 我們就開始教 那我們在南機場 105年成立 南機場蘇無法獎 5年了 我們長大了 那我們的敘食讓人家接受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走出南機場 我們接受更大的挑戰 讓更多人來接受敘食這個概念 當各項社區工作陸續展開 書屋花甲 就像是方里長的理念級大成 在南機場登場 利用即將被丟棄的食材 做成餐點上桌 過去經過咖啡班培訓的少年們 也成為店裡的幫手 孩子學會了 孩子可以泡一杯咖啡了 孩子可以賺到錢了 又可以賺到制服了 孩子的心理都會不一樣 難道是放在街頭比較好嗎 就像食物一樣 我們不想去浪費那些可以用的食物 我們也不想放棄這些孩子 可不可以給他們一份機會 那方里長這邊 我們沒有標準 我沒有說你要有錢的或怎樣的 我們沒有標準 就是你想學家裡環境好 我家裡環境好 我就是不喜歡讀書 我就是打架鬧事 可不可以來學 可以 只要願意踏進我們的教室 我們就願意教 所以我們現在溫州公園 台大的旁邊 就是希望讓更多人來接受信息 食物的不浪費 很多團體在倡議食物不浪費 可是他們沒有節省到一公斤的青菜 我可以倡議食物不浪費 我還可以運用這些食物 我還可以幫助這麼多人 我現在還可以做出一套餐點 就是需求在那裡 我們就幫 所以食物包 它並不是只有幫南機長跟我這邊的 而是它能從基隆到屏東 我們都可以幫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對大家的捐款 才有意義 所以政府要苦民所苦 然後真的看到社區的需求 看到老百姓的需求 然後發放一些現金 我覺得這才是對的